那在插入函数里面先给他一个范围 OK 第二个列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 其实这个列的讯息 似乎可以跟什么 查询编号好像有点关系 因为查询编号里面呢 你会发现 实际上它假设001的话 刚好就第一列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脆就是把列的讯息 把它放在这边 OK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001 那刚好相对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刚好就是抓到第一列 那蓝的话呢 刚好是什么 第二蓝 你会发现刚刚好 抓到这个人的名字 没错按确定 不过确定之后 当然我一样 需要怎么样 把它向下填满一次完成 最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可能会需要 把这个蓝列 这个范围要固定 因为向下填满了 所以我刚刚讲过 F4 其实按两下比较标准 因为没有向右填满 你只要锁列就好了 再来 等一下一样会 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C C2的位置 也是一样 把它锁起来 把它打勾 OK 还有一个 这个2 刚刚用什么呢 用Raw 所以这里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一样 用Raw 用列来代替 哪一列呢 它现在的位置是第三列 所以把它减一 那实际上 可能同学会比较confused 说 老师可是明明我是要抓蓝 第几蓝 可是你为什么这边用列呢 其实各位要了解 这边的列 并不是说 它原来列的意思 我们只是要利用这个列 取得那个数字而已 我不是跟列完全无关 懂吗 它只是要取得2345这个数字 所以我才用Raw这个函数 所以目前 这个地方跟列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主要是去取得那一栏 应该可以了解吧 你不要看到Raw 然后就被搞混了 其实它只是要产生 2345的号码 除此之外 没有意思了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列 我们是取得 一样是 那个范围里面的 那个范围里面的 那个资料而已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OK 所以利用的是 它这个方法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index 所以如果你对于index 比较不熟的同学 可以趁这个机会 才会了解 其实这index还蛮单纯的 范围 哪一列 哪一栏 资料就过来了 OK 那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 就是array 它这个所谓的array 指的就是 相对你选取的这个范围 并不是说你现在 外面的绝对位置 跟那个绝对位置没有关系 OK 那一样的方法 也许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后面还有两个蛮常用的 像offset 跟那个indirect 这个我想各位 在云端上这边也有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底下还有offset 这个函数 其实offset顾名思义 它实际上就是偏移 那偏移的话 就会有个基准 以哪一个为基准 偏移多少列多少蓝 它就会自动帮你 比如说向下一列 就抓到哪一个资料 向下两列 就是说哪一个资料 用移动的方式 去抓取 所以我们可以 比如说以编号当基准 向下一列 那向左向右 没有 就零栏的话 那它就固定帮你 抓到你要的资料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 那个offset之外 那还有indirect 可以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index 谢谢 谢谢